來我們這一次 做一下看圖說故事 我們從鳳山 這邊看到的是鳳山 鳳山的火車站現在在修建 徵建 金玉跟我們一起搭計程車過去 像說坐火車很方便 鳳山的火車站也美輪美奮 看起來也很漂亮 也有很多地方可以拍照 聽說未來樓上是百貨公司 或者是超市 什麼之類的 可以到鳳山或是在那裡 來逛 那我們現在上火車了 跟那個玉京 還有 鮑魚 蘇蘭 那沿路我就拍一些火車 這個左邊的 就是北邊的 這些鄉下風景 參考 那我們有買了便當在火車上 不是啊 下火車的時候就沒事啊 這邊到什麼 河山 各個 鄉下的這些綠樹 也是很多 也夠多了 那河川也算 OK啊 青山 綠水 綠水是不多了 因為平常我們的河道太寬了 所以沒有什麼太多綠水 我們使機有短處 那因為圖片大概有六百張 所以我用 電視牆的方式 來把它展示 這也是 橋梁的火車站 各個車站 大家在車上就開始 拍沙龍了 拍沙龍了 這邊是已經到了 資本了 要到資本了 然後準備出站了 日本那塊大牆 補車的 我們右邊這邊坐 計程車 聽說是什麼 赤黑黑人 經過IR1 然後到 東台 剛剛看到那個帳篷 就是禮拜六有表演 禮拜六 有樂團表演 然後大家下車了 那在 Lobby呢 碰到了 一個獎媽 OK 那我們在 這個Coffee Shop 待了一下 對岸 對面 就是 我們又開始到 去逛森林了 那麼 我們都有大台相機 所以不是這台 那隔天我們要去泡澡 泡溫泉 那白天的景象 跟晚上 截然不同 白天是艷陽光 晚上的話 其實有一點清調 我們在這邊 我們在這邊也 在這個旁邊呢 也 帶了卡拉OK 帶一些吃的 還有蛋糕 青森 什麼活動 在右邊 那大家這個 美女拍 泳裝秀一下 泳裝秀了一下子 那都沒有準備了 所以也是快閃 這個是 浴巾 這個 寶麗老師 剛才那個 黑色的 那個是 寶麟的 三位也是 能力很強 這個 走秀 一流的 講不到五分鐘 走起來就有模有樣的 那當然我也 盡量的拍了 光走秀就拍了 差不多兩千張 然後再從中間去挑 那這邊就是 都是 在 泡湯區 泡湯區 那還有 溫泉蛋 後來我們在 游泳區那邊 把食物這些 收集起來 大家帶來的 可以開一個 小雜窩店 這就是老闆 現在看到 他帶了一堆來 吃不完 叫大家想辦法 那 我們中午是吃泡麵 這個就是我們的 寶麗雜貨店 超商 小超商 也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2023年 現在還沒有到 就已經玩透透了 這個是 大家就用這個 小超市 小超商 在這邊拍了 其實拍起來都蠻好看的 好 只是說這個小張 這是保麗的 好 大家準備這個 泡湯 運動了 這是那個 節拍器 那個 泡布 在家裡面 幾天 跑個三次 三趟四趟 沒有問題 二十分鐘 好 我們準備回家了 這邊 資本站 再來好幾次了 其實我們以前 每年都有到阿牙旺表演 表演完 晚上有時候在逛 那現在 回城我走 我坐 也是坐左邊 那就可以看海 那我就拍了一些 海的風景 因為我喜歡拍沿路的風景 那回頭可以 再欣賞 只是相機跟實際 看到的 差異還蠻大的 如果你在 火車上面 拍的話 你需要把速度 開到 2500或3000 甚至4000 那這樣子才會清楚 因為它速度 要很快 這個旁邊 火車旁邊的這些景象 才會清楚 這蔚藍的 海岸 下面還有公路 還有這些橋樑 平常都沒有水 有水的時候 都是洪水 辛苦了 台東 住台東 大部分時間是OK 除了 大概 颱風 地震以外 都是OK的 那最後還有一點點時間 把幾位美女的 這個沙龍 再PO一下 我相信 再不久的將來 下一次 大家都會穿得更漂亮 更有POSE 的沙龍 OK 拜拜